嗨大家我是乔玉 今天要跟你分享我在睡前把手机断舍离 在生活中发生了哪一些变化 以前的我呢会把手机放在床的旁边充电 滑手机滑到睡前的最后一刻真的困到不行 手机都要砸到脸了才会甘愿闭眼睛去睡觉 结果呢就是睡眠不足又花太多的时间在滑手机 对人生一点帮助也没有 即使现在睡前会把手机放在客厅充电 但是在睡觉之前的一段时间还是会滑一下手机 等我再次注意时间的时候已经是三更半夜了 想要做好时间管理就要先做好手机断舍离 于是我在今年初决定把睡前滑手机的坏习惯 换成睡前阅读30分钟 在我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三个重要的改变 第一个改变就是时间与自信都增加了 很多人都会说自己的时间不够用 白天有工作需要完成也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 如果你想要拥有更多的时间请你一定要先学会把手机断舍离 给自己多一点时间阅读 戒掉手机最有感觉的就是自己的时间变多了 手机在不正确的情况下使用就会像一个时间黑洞 你每次拿起手机时间就很容易消失不见 以前的我结束一整天的工作处理完所有的事情 如果看时间大概是9点左右 就会觉得那不然来滑个手机放松一下好了 结果又会被网络上面的资讯给干扰 原本预计11点要上床睡觉 到最后又拖到12点多才会休息 现在的我把睡觉前的时间都留给阅读 让大脑和情绪可以慢慢进入一个休息的状态 也可以比较准时上床睡觉 在床上的时候也比较好入睡 隔天又会比较早起床 这些多余的时间可以让我去完成更多重要的事情 让生活因此进入一个正向的循环 把手机断舍离改成睡前阅读 自然而然就会早睡早起 我的时间还有完成的事情都变多了 自然人也会变得更加的有自信 第二个改变就是一年可以轻松读完12本书 我之前看过一项数据调查 以色列一年的人均读书量是60本书 排名在世界的第一位 以色列也是全世界唯一没有文盲的国家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犹太人聪明又会做生意 他们的聪明跟他们爱阅读的这个习惯 有非常大的关系 在日本以及法国 一年的人均读书量呢 都是在20本书以上 北美国家的人均读书量 一年是在10本以上 反观 台湾一年平均只看4本书 我们先不管这个数据 到底是怎么样去计算出来 到底有多少人把书看完 以前出国的时候呢 我就经常在地铁上还有咖啡厅看到外国人拿着书在阅读 在台湾看到的大部分情况呢都是在低头滑手机 从这些观察我们都可以知道台湾人的阅读量远不如其他的先进国家 而我们的竞争力也因此受到影响 如果原本是没有阅读习惯的朋友一开始要求阅读30分钟真的会有点坐不住 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子就放弃了 根据一项研究指出 睡前只要阅读6分钟就可以有效的缓解压力放松情绪 你可以挑几本比较轻松又好理解或是一些图文书 让自己进入书中的世界可以暂时摆脱你的日常烦恼 在睡前的时候比较不适合阅读一些惊悚小说啊 或是推理烧脑的剧情或是太恐怖的故事 这些对睡前的大脑都太刺激了 有时候会太想要知道故事的结局 结果就熬夜追剧情或是晚上会做噩梦 一般来说睡前我会阅读比较属于身心灵类别 或是像风雨鼓谁搬走了我的乳酪 这种经典的预言故事书籍 想要养成阅读的习惯可以从每天至少看一页开始 如果只看一页那真的会简单很多 目前呢我是一两周可以看完一本书 你的阅读速度会随着习惯养成越来越快 看书的难度呢也可以慢慢的增加 所以在睡前培养阅读三十分钟的习惯 在一年之内读完十二本书是非常有机会的 大家一起提升竞争力加油 第三个改变呢就是强化学习效果 睡前阅读还可以让大脑学习 脑神经科学在睡眠和学习上面做了许多的研究 睡眠除了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还有各个器官得到充分的休息 这个时间大脑也会在睡眠的时候悄悄运作 大脑中的海马回会在我们入睡之后 把我们的生活经历还有学习内容重新组建还有强化它们 所以有些学者提出睡前学习效果理论 建议可以在睡前做一些简单的背诵或是概括性的复习 这样我们的大脑呢就会在睡眠的期间强化这些记忆 把相关联的知识给串联起来 每一次我遇到一些比较想不透的问题呢 不会急着想要在当下马上处理掉 而是会先去睡一觉 有时候睡醒灵感自然就来了 脑袋里面呢也会出现解决的办法 如果你有手机成瘾的困扰 影片下方说明栏呢有一项28天的手机阶段计划 帮助你拿回人生的主导权 学会正确的使用手机 养成良好的习惯做好时间管理 你可以从现在开始练习看看 睡前不要滑手机改成阅读30分钟的书 只要自己好好的享受其中 你会发现生活开始慢慢出现一些迷人的改变 自己在无形当中也会变成一个更有魅力的人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